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终于官宣了 前段时间路透的令人心动的offer录制现场 片段爆出之后 在网上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这个神仙节目终于快要与大家见面了 生命们表示 终于有一个可以经常看到周深的综艺了 第三季的官宣方式格外新疑 大家纷纷前来问诊 可还行 不仅如此 每个人问出来的症状还都是极具个人特色 趣味性十足 在官宣视频中 周深现场做发声 建议加入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加油团 和大家轻轻松松聊聊天 可以啊 那我的这个开会试语症可以吗 嘿嘿嘿嘿 一嗓子直冲天灵盖 不愧是人间百灵鸟 亲嗓子也能有这么可爱的方式 果然是周深 一整个被周深的杨妹妹可爱住了 没想到原来能言善变的周深会得开会诗语症 难道周深给员工开会是唱的吗 笑呸呸了 周深夜本正经配合演出的模样也太好笑了 有多少网友一样是以为他要开始唱山歌了 这哪是官宣视频 这是全新的鬼畜素材 周深的亲嗓子方式 你get了吗 有一说一周深这个拿着红苹果的官宣海报 让人脑海中不自觉的就浮现出周深模仿老巫婆的身影 第三季官宣节目中加入了专业医生 综艺节目感觉瞬间变得好像医学纪录片 这也太用心了 有学医经历的周深来录这季真的是适配度满分 听宝藏男孩理性又真诚的见解 和他一起见证医学生们解决一个个难题 回想上一季 周深在节目中真的很好笑 也好有梗 希望深深这一季可以继续给力输出 现在咱们就是一个开始期待节目开播的动作 刚结束的某音乐选秀节目 有一个选手被网友称为第二个周深 当时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觉得有一丝的不妥和反感 个人认为不可能有人能成为第二个周深 而且也不需要第二个周深 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况且是每一个音色都不同的歌手 作为歌手 辨识度是不可或缺的 而周深无论是技巧还是音色或嗓音 都是独特的 而且是难得一见的 他有着上帝给予的专属恩赐 不可复制的声线 有着常人不可能拥有的音乐底蕴 不可复刻的经历 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 周深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比如他在质疑中的坚持 他对音乐始终如一的热爱 他对每一个舞台的敬畏 对每一次表演的珍惜 周深最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热爱的是什么 并不畏艰难地坚持下来 却始终初心不改 也许归处可以解读周深的那种难能可贵 你是我全部视线的终点 山海间为热爱无可遮掩 正是周深和音乐关系的完美诠释 迎风踏雪 晨星落月 向着背影如烟 何时能群回你身边 山海间人海里 他对音乐的热爱 无可遮掩 被大家熟知之前的卡布 在歪歪上 一唱就是三四个小时 甚至八九个小时 哪怕是现在生日直播 也是三个小时起步 迎风踏雪 晨星落月 只不过是他热爱音乐的无数个日子里的背景 他在乌克兰学医的迷茫日子里 却只能看着自己的热爱 背影如山 想着何时能寻回到音乐的身边 滴入尘 碾作土 任谁说 万劫不复 是痴迷注定的归宿 一个普通的留守儿童 学习音乐何其艰难 为了热爱 他抵抗父母 毅然放弃学医 转学音乐 天不遂人愿 他遭遇了声带小杰的打击 真可谓之万劫不复 在雅安地震时 用声带小杰微誉的嗓子 唱出了安慰 不要怕 小杰痊愈后 不改痴迷 不忘热爱 以不可名言的毅力 用诚信和行动感动了导师 终得正式学习的机会 这一切 都是因为心知所向 因为痴迷 不问出路 不求退路 我心的唯一归处 沿着你的方向 昼夜奔赴 不惧失望 不觉无望 我愿终身守护 哪怕只是遥远的注目 三次被邀请 他参加了好声音 却为了再去住场赚钱 不会被拒之门外 出道后 他跑了多少商演 什么大小台子都唱过了 大舞台 聚光灯 曾经是他遥远的注目 能够唱歌给更多人听 曾经是他日夜的奔赴 因为公司的不给力 也许他也失望和无望过 但他知道 自己有一个唯一的归处 音乐 所以他知道 只要能让我唱歌就行了 只要别人听到我唱歌 我就赢了 他成功了 获得了诸多的认可 现在他几乎成为了电影 电视剧动漫的御用主题曲歌者 成了央视等各大平台晚会的常驻歌者 但他依然把这份热爱当成唯一的归处 时刻不停地在进步 在完善 在突破 在创新 在朝夕不复地向着热爱的音乐 使之不渝地奔赴 所以 没必要 也不可能有人成为第二个周深 只需要像他一样 对唯一归处坚持不懈地痴迷 不问出路 不求退路的坚定 不惧失望 不觉无望的勇气 终会被永恒地注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